就是认知当中比较常见的这种 对 老百姓在家里边养的 可能绝大多数会养成这种多头大菊 因为大家都觉得 长出了一个岔是很高兴的 很激动的 他们一般都不舍得去把它们剥掉 去给它们剿掉的 所以就会养成那种多头菊的方式 其实也很漂亮 也很美 咱们边走边看 因为今天在我们这个 北京市第四世界菊花展的现场 大家也可以看到由人如知 很多的叔叔阿姨 或者老年人 边散步边来观看我们的菊花 而且在现场有很多造型各异 刚才我在门口 就在大殿的门口 也看到有松鼠造型 什么一些鸟的造型 这些都是参展单位送来的作品吗 对 您说的这个造型局 就是咱们开封的菊花朋友们来送来的 对 就属于造型局 艺菊 艺术的艺 架接的 艺术的菊花 艺术造型的菊花 对 那为什么是开封送来的 它们跟这个菊花的渊源 可以讲一下 开封呢 它也是一个菊成 然后它们一般都是养那种 大型的架接的造型菊 其实您看到这个造型呢 您会想 菊花怎么长成这种蘑菇形状 或者孔雀形状呢 其实它的根呢 是有一个蒲子 因为蒲子跟菊花 它属于同棵同鼠 都属于菊科菊鼠的植物 它跟它有同样的血脉 所以可以把菊花的芽子 架接到这个蒲子上面呢 然后就是用蒲子的根系 强大的根系 来吸收地上的营养 所以能供给 成千上万朵小菊花在开放吧 这也是一门技术 就是这个是河南特有的一个技法是吗 对 开封也是属于有名的菊成 而咱北海呢 是属于菊花底蕴特别强的一个公园 好 我们镜头现在可以看到我们身边啊 有两只孔雀的造型 非常漂亮 正在开屏 然后这个你可以说一下 它们身上这个菊花有什么特点 它们这身上的菊花也是属于嫁接的 就是您看它是 这孔雀吧 它是由两个盆来组成的 孔雀头它是一个大盆 孔雀尾巴呢 它也是一个大盆 然后把它拼装成一个完整的孔雀 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是人工做了一个孔雀的头 然后孔雀的身体完全是用这个菊花来组成的 是吧 对 那那些绿的叶子呢 和中间的枝条 那个呀 就是通过不断的打尖 打尖呢 也就是说可以用剪刀 或者也可以用手摘芯的方法 让促进它就是去掉顶端优势 你想一朵花 它如果您要是不给它摘芯的话 它永远会向上涨 直立生长 如果把它的顶尖 给它用剪刀剪掉了 它没有顶端了 所以它所有的侧芽都会萌生 萌发出小的枝条 然后就会变成五头六头的 如果再把这些五头六头的 再给它做一下打尖处理 摘芯处理嘛 它又会变成成倍数的往上增 所以就会您看到成千三万朵一起的 这么整齐呢 就是修剪的效果 修剪的效果 对 那就是您说的 刚才就是可能经过人工的修剪 然后花会开得非常繁盛 那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开出这么一个孔雀 一般就是 我听我师兄他们说 他们会在三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准备嫁接了 拿那些薄子 已经开始在棚里边种 长得很大了 然后就给它嫁接完了之后 就不断地在摘芯 不断地蒙子在延长生展它的枝条 它也会在蒙子上边嫁接那种小菊花 来为这个更长的枝条做准备 您刚才看到的叶子呢 其实就是菊花的叶子 所以成这么一个孔雀 可能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对 是的 那我们往那边看一看啊 因为现在刚进到这个院落 就摆在我面前 出现在我面前的菊花 成千上万 各式各样的 所以我有点看不过来 然后我们呢 先跟刘姐往这边看一看 这是一个什么造型的菊花 这就是小蘑菇造型的 你看看出来 三朵不一样的小蘑菇 三朵不一样的蘑菇 对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给大家就是感觉到 举展的热闹的气氛吧 但是我感觉 如果要做成这个蘑菇直立造型 叫蘑菇饼 这个造型 它是不是还是有点难度的 怎么让它承托着这么 这么密集的一个花团 这个呢 其实就是表扎技术了 其实您可以在蘑菇的里边 您能看到一个铁丝一样的那种架构 我们走近看一下 好吧 现在看到一些小蜜蜂围着这个菊花 在采蜜 看到这个里边 这不有一个钢铁的吗 那种铁丝的架构 然后就是把它也插到这个盆里边 然后给它附在 把菊花架接好的那些枝条附在上边 然后给它进行表扎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的造型上边 再进行修剪 然后它就是有一个这样整体的造型的 这样一个模子就出来了 那比如像这个菊花不同的颜色 它是怎么来形成的 大家都会觉得 我这一盆怎么能开粉色黄色红色 三种颜色呢 就一个根 其实这个根还是耗子的根 我们可以在不同的部位 加接成不同颜色的菊花 再经过摘芯 它就是开出不一样颜色的菊花的效果 其实这在另外一个展台 您能看到一个大菊 也是架接出来的效果 叫石锦菊 其实石锦呢 就是您就可以想象 就是有很多颜色组合到一起的 叫石锦 在那边展台 一会儿您就可以看到 好 那我们继续在这个菊花展的现场来看一看 然后我们面前 我也看到 然后就是来自各个算合作单位 供给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菊花展示 是吧 就是相当于展台一样的 对 您看这些都有展牌的 其实这些都属于北京菊 北京菊协的会员单位 一年一度的北京菊展 而且这些会员单位呢 都是特别支持这个菊展 他们就来北海公园送展 来展示 每个公园 还有每个人的养菊记忆 包括这边有国际鲜花港 您看第二个展台 其实属于社区展台 社区展台 这怎么理解这个社区展台 社区展台呢 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己养的菊花 然后拿出来在这里进行展示 因为我们北海公园呢 有一个非移进社区 这样一个活动 北京呢 世花是菊花和月季 老百姓对菊花是很有情节的 所以他们也是在想 我要把这菊花养好了 所以说他们就是 知道北海吧 这么多年一直在养着菊花 然后我们又做这个活动 所以跟社区合作 就是我们的职工吧 来向大爷大妈 叔叔阿姨们 来教他们怎么样养菊花 养独本菊 这个知识 这个技术把都告诉给他们 所以他说呢 他们也是越养越好吧 能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变得越大 花变得更大更漂亮 他们也挺开心的 您刚才说到这个独本菊 也就是我们北海公园这个叫什么标本菊 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一株就长一个花 对 就比如像我面前 这个黄色的 对 独立 独立而成的 而且面前都是这个花朵 特别大的独本菊 对 是的 您看就一个盆 其实这种养标本菊的盆的口径 是在20厘米 20厘米左右吧 可能会大一点点 或小一点点 然后就这样的盆 来养一株 一个枝叉 开一朵花 就这样叫标本菊 那从种子种下以后 到开花需要多长的时间大概 其实菊花 像这种菊花 它不是用种子种的 大家都想 我种花 都会拿播种 种到土里边 会长出一朵花 而菊花它的繁殖 像这样的繁殖呢 都是属于无性繁殖 我们会选择扦插繁殖插 就是您听了 就是特别深奥 其实呢 其实呢 就是我一说 一看你就懂 就是它盆子里边 它会有不同的小芽子 我们用剪刀 给它剪掉了 这个就是一个 独立的一个营养体 它不是没有根吗 就是一个小芽 然后我们给它插到沙土里 或者是制食里边 然后大概20天左右吧 它就会长出根来了 就这样的就成活了 我们再给它种在小盆里 一到大盆里 到秋天就会开花 那大概整个过程 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般情况 我们会在4月份给它嵌插 经历5 6 7 8 9 10 经历半年多吧 养护 就是这么一树菊花 就可以长成了 对 等到10月 11月 菊花逐渐开了之后呢 就是它的最佳的观赏期 当然观赏期之后呢 我们有 就是可以做新品种的培育 就是有性繁殖 刚才说千叉的 叫无性繁殖 对 新品种的培育呢 也是在11月份 10月底来做这个项工作 您看这个菊花 这品种越来越多 其实呢 就是养菊花的这些工作人员吧 他们在做的杂交 育种 来产生更多的新品种 来给老百姓欣赏 所以说呢 每年都会有新品种的产生 所以说老百姓呢 每年都能欣赏到更多颜色 更多品种 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菊花 那这个 我们面前这个社区展台 展示的这些独本菊花 都是老百姓自己种的 也就是社区居民自己 经过咱们职工的一些培训啊 教导啊 然后自己种出来的菊花成果 是吧 对 是的 其实他们是很有热情的 每次 就是跟刘展师傅一块 给社区居民讲课的时候 然后有一位师傅就跟我说 我都是养了20多年的菊花了 我是一个菊花爱好者 但是没有经过 就是 专业的培训 然后但是每年养的花 大家也都挺喜欢的 然后一看 哇你们这养的这么大 这么壮 是怎么弄的呢 就是他挺有好奇的 挺好奇心 然后我们就是 刘展师傅就给他讲课的时候 他一听 觉得还是有道理 然后就是一直在跟师傅沟通吧 然后师傅呢 刘展师傅也是一年分几次吧 飞翼进社区的这种活动 然后告诉大家 每个季节要干什么 然后并发给那些爱好者们 那些图册呀 发给那个些小苗 小盆 还有土 以及那个种菊花的工具 全都发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每到每个月呀 或者每个季度来受一次课 随时有问题 随时联系都是没问题的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呀 为什么今天要到北海公园来赏菊 北海公园呢 其实跟我们这个菊花 有着很深的渊源 我们边走边聊 就说到这个北海公园 与菊花的渊源呀 因为我们都知道哈 您应该也知道 中国人对菊花很酷爱 古代很多文人默克 都经常以这个菊花为吟送